早前,黎諾爾在節目《如果這樣生活》 大講港式普通話 一來,網民紛紛討論,更加封他為港普教父 雖然有網民支持他繼續用港普才有特色 夠可愛 不過,他就勸勸各位小朋友千萬不要有樣學樣 他還說自己是反面教材 因為小時候沒有讀書 才搞得少壯不努力,老大屠相悲 所以,希望兒子不要學自己 不要以他為榜樣 為了滅立港普教父之鼻 東周漢發言,黎諾爾日前趁未開工 就專程去到泰國的秘密 找李嘉儀惡補普通話 他們坐在餐廳的暗角處 要求甚高的李嘉儀 不舍指證黎諾爾的懶音 要他由基本功開始 其後,二人再去書店 看了幾本促成天書 就乘地鐵離開啦